我被說太黑了 準備出門去 來到台中的靜文路夢想街要來拍照啦 拍完照等一下前往張法去 好繞舌喔 妹叫我綁這顆說 她是這叫什麼大便頭 她說看起來比較年輕 OK 媽媽 嗨 哇這裡好多人喔 那是一個拍照的景點 但是人很多 好大的愛心啊 你看看 每個都是一個拍照點 被烤焦了 先躲個太陽 先躲個太陽 滿滿的人 大家現在正在等對 等對 等待拍這個 怕這個籃球 大家都在等拍這個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就是拍一個籃球需要排隊排成這個樣子真的是太誇張了 你看後面的人 超級超級超級多人的 拍照也要排隊 對 這就是台灣 對 一二三 OK 漂亮欸 媽媽在衝浪了 哇媽媽妳好厲害喔 爸爸衝吧 衝浪吧 衝浪吧 爸爸 衝吧 認真衝啊 衝衝 是不是該跟你最喜歡的重機拍個照了吧 哇 經過了 大概五分鐘的拍攝之後我們決定放棄 因為真的是太熱了 這裡真的好熱喔 然後人好多喔 好多的 欸我擋住愛心了 我們決定 撤退 人太多 因為真的好熱 超級熱的 如果你很喜歡吃零食呢 我可以推薦你來垂坤這邊買零食 因為一大包呢大概都五十元左右而已 他是做市場起家的 所以這邊真的非常多人 這整棟你可以慢慢買個爽 旁邊有停車場 遊覽車也來這裡 旁邊就是交流到了 人真的超多的 每次來這邊都會不小心大失手亂買 起碼買個二十包吧 五十塊 五十塊 五十 無論如何 這邊就是五十 一百 一百五 就是很便宜很大包 喜歡吃的人來這邊買就對了 這邊可以讓你在沙發上當一個 couch potato 絕對沒有問題 你這袋買多少錢 這個五十啊 這樣五十啊一整袋咧 一整袋九百啊 九百 超多的啦 真的是路過走過路過不要錯過亂買 然後外面可以喝水 好大一袋喔 今天的半日遊要結束了 那我們就在這裡告一段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很開心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旅遊景點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